开始啊 我不会接话的 我说道 爸爸 你走吧 他往车外看了看说 我买几个橘子去 你就在此地 不要走动 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 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 走到那边月台 去穿过铁道 去跳下去又爬上去 父亲是一个胖子 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 我本来要去的 他不肯 只好让他去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 穿着黑布大马褂 身轻不眠袍 蹒跚 蹒跚地走到铁道边 慢慢探身下去 尚不太难 尚不大难 可是他穿过铁道 要爬上那边月台 就不容易了 他用两手攀着上面 两脚再向上缩 差不多了 没了 要读完 对 我以为整本 朱子晴的背影是高中的课本里面的吧 初中的好像 反正你也是学了这个课本 对 学过朱子晴的背影 在台湾也是哦 关灯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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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